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王 欢迎来到民族顺县 很多网友说老兵 现在每天就看你视频很过瘾啊 就是等着你的视频 等着你的播报 每天不停地要搜老兵来王 老兵来王就看老兵有没有更新 看老兵有没有更新 非常过瘾 看得很舒服 首先感谢各位对我的信任 感谢各位对我的支持 老兵绝对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捋一捋 关于整个一个事件 合理的一个逻辑性 和对这个很多蛛丝马迹的 这个种的一个汇总 我们来捋一捋 中美之间围绕在台海 目前的这个形式 那么第二件事情 潜伏在台岛的第五纵队 也就是我们称为这个叫敌后武功队 已经开始行动了 台湾的中科院副院长被干掉了 中科院副院长被干掉了 他是积极推动台湾的导弹的研发 等等 这么一个人被干死了 那么这个事情也很大 还有一个台军证实解放军 正在模拟攻击踢倒 为什么 我把雷达开给你看 对不对 我在这里锁定 这个射压 对他 没有叫对台射压 就这个意思 这个词我发现用得非常好 射压 所以说我们对这一系列的事情 我们来做一个总的一个分析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说一说第五纵队的行动 第五纵队已经公开活动了 这是对目前踢倒内部的这些高层 和要害的这些人物的一个警告 尤其是像对台积电 那种董事长这样的人 其实是一个起到了一个震慑作用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对这个菜婆政府 到时候想我们武统的时候 想要把这个台积电给它搞坏掉 那么这个事情 我个人感觉是很难得逞的 因为我们那边有第五纵队 只要第五纵队在那里拖住一些人 解放军的跨过海峡的 武装直升机的这些特种部队 大家知道在平台这个地方 聚集了我们非常多的特种部队 有网友直接就说了 那很多都带鱼服帽的 都已经在做好准备了 他们到时候就将采取这个战术空降 直接做武装直升机 空突 这个空突旅 空突到这个新竹 子竹科技园区 在这个地方 对吧 是不是叫子竹 我好像那个名称 我好像有点记错了 到这里来保护台积电 这是很重要的 毕竟整个台湾 带蛙可以全部死了 一个都不剩 但台积电是要不留住的 这一点是很重要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再对一些 一些时间轴的事情来捋一捋 台军事科学机构副院长 猝死旅馆 曾渡到台军导弹生产 8月6日 台湾地区中山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欧阳丽行出差时 在下榻旅馆 这个猝死 中年57岁 警方派弹为心脏病突发 据台媒联合新闻网6日报道 欧阳丽行昨日 去酒棚基地视察指导工作 原定今天参加完收获计 和睦活动后 下午再去中科院大树厂 视察导弹 要助作业 却突然离世 报道指 欧阳丽行 昨天晚上在国安会开会到19时 警戒的南下 屏东酒棚 投诉恒春某饭店 早上被司机发现 处4 中科院即刻联络家属 并启动智商事宜 6日上午 中科院发表声明称 欧阳丽行 原定今日代表该机构 参与屏东满洲 举行的收获计活动 于昨日晚间下榻 屏东恒春旅馆 于今日7时20分 发现卧床不省人士 经报警到场协处 确认他已辞世 台中央社报道 当地警方对媒体表示 现场无外部侵入情况 家属也告知警方 欧阳丽行 生前有心脏病死 且装有心脏支架 卫生部门到场协助调查后 最终确认死因为心脏病突发 家属没有异议 中时新闻网称 欧阳丽行是解放军军演期间 首位过劳死的重要军事人员 他也是下令院长呼声 最高的候选人 这人直接被第五宗队给干死了 大家要知道 我跟各位讲 对有心脏病的人 你要干死他是 其实这个东西我不应该教各位 但是 一些我们就这样讲 影视作品里面也有 影视作品里面也有 但是我不想以我个人的身 这个名义去教大家一些这种事情 其实就很简单 大家看过这个 有一部美剧 它说这个拍的时候是还可以 叫做这个 当然我对美国是没有什么好感 但是对这个美剧 我觉得拍的还算可以 就是这个叫做风烧律师 风烧律师呢 大家都知道里面有一个家族 就是那个黑帮的墨西哥毒贩子 那个家族 就是叫这个萨拉曼卡家族 萨拉曼卡家族呢 他的这个首领呢 叫这个萨拉曼卡 对吧 Vito Salamanca 那么这个萨拉曼卡呢 大家都知道 这老头呢 坐着这个轮椅 对吧 坐轮椅 最后他是把这个炸鸡树 给炸死 同归于尽了 那么这个老头呢 他为什么会坐上轮椅呢 他中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就是他手下有个 手下叫纳尼 纳尼呢 老是把他这个心脏病的药 给他偷偷地给他换掉了 这个成分换掉了 药的属性给他换掉了 然后呢 差不多 通过这种方式 就可以把他给弄死 或者 或者就是 这个台湾的这个 什么中科院副院长 就是把他给干死了 但是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之下 台湾当局是不敢往外报 说他是死于他傻 大家明白吗 因为解放军的导弹 从上空飞过 他说那是大气层 我们露眼看不到 就不是我们的领空 大气层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导弹打到的范围 那就是我们的领空 我们的两颗导弹 打一颗 比我们一颗爱国者 还有便宜的 东风15的导弹 没有必要 解放军公布了 这个军舰 在台湾的这个 和平发电厂的外侧 十几公里的距离 他说是P图P上去的 P图P上去的 然后呢 这个解放军的战机呢 看到了这个台湾的 中央山脉 跟海岸线 他说呢 这也是P图P上去的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把RQ精神胜利法 执行贯彻到底的 台湾当局 就算这个中科院副院长 被干死了 他也不会对外宣布 因为他不想引起恐慌 不然的话 你参加二哥B的 你的这些国安 天天在这干什么 这么重要的人 怎么会被干死 这个人的死呢 就相当于什么呢 当时这个以色列 把伊朗首席 核物理学家给干死一样的 因为你这么着急的到九棚去 要去搞什么导弹 研发了 填装了 指导工作了 这样的重要的这种军事能源 都会成为第五宗队的暗杀目标 或者就是明着把你干死 大家明白吧 所以说我们第五宗队已经开始动了 当第五宗队开始动了 代表什么意思 就代表离武统已经不远了 大家要知道 我们还有很多潜伏在台湾的谍报能源 潜伏在台湾的第五宗队 潜伏在台湾的敌后武功队 这个大家不要忘掉了 我们不能够只看到说 我们以排山倒海之势 以他妈的杀鸡用牛刀之势 去干这个南波湾亏裂政权 但是我们忽略了在岛上的第五宗队 这个大家要知道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南波湾亏裂政权 现在已经生活在恐惧当中 因为你搞不好下一个就是你会死 你谁反共最积极 就是说不是说那些嘴炮反共 或者说反华 反中 不是嘴炮 而是说实际型的 像中科院副院长一样的 他有能力去推动一些事情的这种人 通通将会成为解放军的目标 还有所谓的 尤其是你一个什么台积电 老董那么老逼 可能他也会成为被定点清除的目标 现在就是给你搞谍报了 给你搞他妈的国共特务 特战 就搞这个东西 所以说现在呢 不仅要在明面上 以排山倒海之势 把他们给压垮了 对吧 台湾你看东赢岛的这个叛军 直接就是手抖 把炮都把山一把火都给点了 所以说这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 那么同样的呀 第五纵队 现在对你的重要能源动手 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事情 这才是真正的无形的手 看不见的手 但这是手就在你的身边 随着随着可以揪了你的命 这个确实这种压力 无形的压力是巨大的 所以这两天要想要发表 反共反华 所谓这个反中这个言论的 要掂量掂量 掂量掂量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 对吧 现在呢 我们大家要知道 这个一杠三一这件事情 是真实存在的 百分之百 为什么 只有有了一杠三一这样的事情 美国的国防部 跟参谋长立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才会使劲地打电话给中国 而且我们是主动断绝 跟他们的一切的军政的联系 但是呢 这样的攻击行为却发生了 那么弄不好 可能我们会直接攻击驻日美军 或者说解放军现在搞这个军事演习 要针对的 驻海美军的司令不是在那边瞎逼一逼吗 对吧 他说这个话 大家要知道 这是他自己的 自己在那讲 绝对不是 马克米利或者奥斯顶授权他讲的这个话 他自己在那边逼这个话 所以你看 那你居然逼了这个话以后呢 我把你飞机 我给你击伤了 那又怎么样呢 我搞你了 就算我撞你了 就算我给你扔这个干脑弹 烧你了 那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然后 马上宣布在黄海南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就是针对驻海美军的 就是针对驻海美军的军事演习 针对日本 那有一件事情 网友跟我提醒我 说老编 岸信夫 他是这个安倍的亲弟弟 他不是他的表弟 这个你不要搞错 老编说 网友缺乏幽默精神 那那包弟这两个字 我听不懂吗 那不是他妈同一个娘台里出来的 不就包弟吗 是不是 那不是自己亲生的弟弟吗 那为啥叫他表弟 那你为啥去信暗信啊 那不就是变成你表弟了吗 所以网友有的时候 老编有些东西 大家不能那么死脑筋 你要仔细去听这个里面的话的意思 那么这不是就是说 在他们误辱他们吗 我说误辱这个词就没意思了 大家就是要自己要去品味 那么也就是说 这边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军机的一个事故 美军他必须要打电话 而且他就怕你沿着沿着 是不是要真干了 美国的里根号航空母舰 听说又折返了 里根号航空母舰折返是什么意思 导弹打完了吗 导弹打完了 他不就要折返了吗 胆子又他妈大了吗 当然这个折返也无非就是 不想要展示一种软弱 无能 美国他妈的缩掉了 他就过来晃一晃 他敢派这个所谓的这个军机过来在这里搞事情 你在这个地方搞事情 我解放军我马上就是以你外部势力撑台独 我直接就解放台湾了 我直接就解放台湾了 我现在野战医院都打好了 随着都可以使用 我直接在这个地方打你 那又怎么了 对不对 而且现在 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 如果说不直接取的话 海上封锁 那台湾直接就会 就是饿死台湾政策 那这种政策也是可以的 这种政策就是 普京认为的 没有必要 大规模的打 用这种政策 直接就把它给弄死 你不用军力 都可以把台湾给弄死 这确实是一个 现在看起来 是绝对是可行的一个方案 对吧 还有第二个就是 非常血腥的两栖强攻 血腥的两栖强攻 大家懂吧 古代你打仗 分为两种打法 一种叫做 这个消耗对方粮草的 围尘计 就叫围尘的这种战略 围尘的这种打法 不停地包围你 围的你水血不通 让你里面粮食断掉 然后你实在扛不住了 然后我在这个进城 你投降我进城 或者说你围的你都不行了 对吧 像这个关羽那样的 那么麦城被围死了 我操 就是那种情况 那你在被对方给强攻的话 那你没什么抵抗力 那还有一种就是叫强攻 就上来 我关你一码的胆 直接就把你城市 就给你狂攻烂炸 那这就是解放军的两栖作战 会非常血腥 台独 傀礼军会死无葬身之地 全部会被我们给四成碎片 我们那个远火的八个管子 比海马斯还有猛的这款武器 它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它的威力是巨大无比的 它这个爆炸的威力是很恐怖的 中国的火箭炮直接可以打这种弹道导弹 那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小型战术的这种弹道导弹 很精准打你 而且到时候空降登陆 排山倒海之势 直接就是把你给四成了碎片 连渣子都不剩 连渣子都不剩 就是这么残暴 所以说关于这个事情 大家一定要明白 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时间轴 啥意思 中美的军机在这个地方干起来了 对吧 干起来以后美军电话打爆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断掉的 在飞机就断掉以后 飞机就开始击伤它了 在美国驻韩美军司令 你这个军方人物的表态 你一个战区司令的表态 然后我们宣布跟你断绝一切关系 这边击伤你 然后再宣布军事演习 这样的组合权 让美国非常恐惧 因为你现在跟俄罗斯 也处于一个敌国状态 俄罗斯现在没有解除特殊战备 没有解除三维一体的 和打击的特殊战备 没有这些预警发射 还没有解除 解放军现在也对你是预警发射 你想请问你想怎么玩吗 你想怎么玩 对吧 昨天哈马斯是故意听伊朗指挥的 听黎巴嫩政主党伊朗这边来指挥的 哈马斯这么多的导弹 怎么打到以色列去了 火箭炮怎么打到以色列去了 大家懂吗 这都是一种 给美国的一种博弈 所以在这个地方 日本现在很受伤 台湾的所谓的断交部长吴钊燮 也在这个地方紧急的发声 发什么声 我们不指望别人来保护我们 但请你们卖给我们防御型的武器 死到临头还他妈逼这么老逼 是不是 这群家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跟他妈林爽文 他妈的是一票祸 到时候解放军打过来 他们就躲在中央山脉 还要他妈能当一秒官是一秒官 能当十秒是十秒 就这种东西 所以对这些东西 绝对比较手软 抓住了以后 对吧 拿机关枪打成筛子 感谢各位收视看 我是老编达 喜欢你的电视故事 谢谢